看看啊,我们今天,我们的东西,这是扣板用的,然后还有两个门,今天就已经到了,到了,然后这两个,今天呢,就没办法给大家拍一些做饭视频了,明天呢,要吊顶安门,患不恶劣,我们今天呢,就给大家讲一下,我们住屏房和住楼房的一些事儿。 今天是我们这个饮水的问题,我们家是没有出来水的,然后吃水全冰,啊,我那天发现就是,有的朋友就是,有的邻居查了,来了,半地来了,可能还不太规控这个,我今天到的这个东西总就,准备一咬的水,然后,往里倒,倒的同时呢,就开始压着,如果一咬的足够的话,再来一咬的, 这个东西呢,这个东西呢,就是这么简单,但是就是说,你们家里,随时你背着一咬的,倒的咬的水,啊,就像有个笑天眼,永远都吃了二咬的肉,我们这是永远都背的咬的水,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,取暖的问题,东北的冬天都是比较冷,然后比较漫长的,像我们平房,如果你要稍微, 你就逆去烧,如果不烧,你控热也可以,但是平房最忌讳的是什么呢,就是你,隔三差五的去烧的,今天烧了明天停,今天烧了明天停,第二个是最容易启动害的,相比较之下,楼房这一点,我们只要交了取暖费,会有人去帮我们烧, 然后我们家的工作呢,是从两个地方,一个是这个锅,一个是这个炉子,炉子是走这个火墙的,你当你每次烧完炉子以后,它这个火墙是热的,它这个火墙然后散热,你的屋里边就很老,然后其次是这个锅,这个锅我们每天做饭呢,烧火呀,它是走那个炕的,就是你点完这个锅以后,它的炕就热了,这是东北的大火炕, 然后有的朋友呢,就是问我们家,为什么你们家不出那个地窗,因为我们家这块那个地,离我们这块这个平房都是比较近,来回走会带下去,相对于这一点来讲,水泥地面要比磁窗要10多米的多,而且水泥地面的它的成本相对来讲会比出磁窗低一些,然后今天反正就是说已经就这样了,明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做菜